世界上最大的地霄背景墙 现在仅存是一架 李海怪兽 你在这儿 两个人想把它开走 不可能 谢谢 李海怪兽 上来了 上面这是导弹发射管 尾封口的导流槽 然后看上面 三部雷达 确实是船的门 当地负责人告诉我们说 李海怪兽是被运到了这里 运过来之后就没有人进去过 走进花卫哥 习惯了当船长和机长的二代七 直奔驾驶舱 这就是驾驶舱 你需要个服驾吗 这感觉跟运车二好像 只要你又会开飞机又会开船 就一定能驾驶低小飞行器 这是八台发动机的仪表 然后这是所有有门空的 真沉啊 然后进翼最大可以放的 进翼三十五 起飞状态 然后我现在这儿 有一个地平仪 这应该是一个高度 看得跟飞机一样 坐 俯仰 这高度大于十米啊 还是个警告 就是大于十米的时候 你的操纵可能就发生了变化 高于十米之后 你的地效就小了 李海怪兽你在这儿 两个人想把它开走 不可能 我为什么说 两个人根本飞不了呢 两个驾驶员后面的座位 监控位 无线电通讯位 领航位 然后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选号位 看样子这儿还有很多的 测试设备 温度 燃油压力 滑油压力 滑油温度 然后这是它的面火面板 启动发动机是在这儿 油光打开 一号发动机 一个一个来 因为它飞得太低了 对 它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 或者它对开船的人 要求太高 就分分钟都不能分身 关于地效飞行器的驾驶 如今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 因此 有机会进入花尾哥 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二百七都好奇又兴奋 进尾部了啊 小家所有动作慢一点 飞这么半天气 爬这么高 不是光是飞了上水瓶尾翼 带大伙看这个 这就是它的核心 这是雷达 这是抚养酒 在离海怪兽失事后 苏联启动项目903 继续研制的地效飞行器 却随着苏联解体 一夜停滞 因此 二百七此刻所在的这家花尾哥 成为制造完成的唯一的一家 真的好高啊 那就是离海 然后这个 就是离海怪兽 虽然苏联已经没了 但苏联留下的那些东西 其实值得我们看一看 也值得我去学习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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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